吉安乡光华村四笔土地即将设置花莲县诺亚方舟生命园区殡葬设施 引发村民的恐慌 为了反对这项重大的建设 花莲县议会召开专案会议 召集人黄欣邀请村民向县府表达立场 召集人黄欣也表示光华村已经有一座纳古塔了 现在万代福建设公司将设置殡葬设施 他会站在村民的立场坚决反对 要还给村民干净美丽的家园 江湖光华村除了有沙丝厂垃圾厂之外 多年也新建了一座壮观的纳古塔 如今又有业者将进驻 由于村民们均决的反对 花莲县议会并且召开中奥会议 召集人黄欣也邀请了光华村的村民们 和县府各起诉进行说明 光华村长叶光男和光华社会协会理事长 也说明村民的立场 以后在村庄上面我们可以好的东西进来 他比较快的建设能够出去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因为现在是文件之后再强调 我们不希望走到最后的去炸鸡蛋 去怎么样的事情 希望说在议堂上就能够和平的把事情处理掉 我希望也能够召开第二次的在议会的说明会 唯一最高府会只有在座的各位县议员 才能监督我们县政府的搜索案件 才能够确实监督 而且在议会他都很多咨询 如果在他地方上他是没有办法的 民政署当初在审核的时候我们发现 因为这个是毕临的设施 那毕临的设施呢 应该是要跟我们邻居要能够取得沟通 所以因此在审核上我们退去的事情 该公司务必要在短期间里面 那么来主动的来召开地方的说明会 与在地的居民来说明 来沟通来协商 擅尽敦亲戊女的责任 来降低那么争议来达成公司 所以我们当初在4月21号 4月20号就把他退回去 虽然他是私有土地 不需要进行资商同意 可是近几年呢 对于开发的案件 那基本上有关公募的部分 其实是在园民会公布的相关的办法里面的 开发的第十项表列的项目之一 那我们会建议开发单位 最好还是去当地召开相关的说明会 然后将提名愿 赵建人黄信表示 村民们强烈表达反对的立场 拒绝纳古塔 抗争到底事实反对新建纳古塔的设置 也希望透过会议的召开 来争取村民们的权益 因为他们建筑公司 可能在10月3号的部分 要到地方来开收明会 那我希望表达 县政府议会的态度 民意代表的态度之外 分解的反对之外 那县政府的态度也要让他们知道 引力校运的部分要设置在春会乡里面 一定要充分的让乡亲了解 他们的意见 相信会作为将来建设的一个方向 我希望大家共同的做讨论 好的建设我们拍手鼓掌 但是有灵壁设施的或地方将来有很不好影响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要善事而行 像我们的普通案一样 执照发给人家之后 执照取消 然后老百姓来烫针申请国陪 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所以今天特地用这样的机会 我也认为那股塔是够的 在那里已经设了一个 然后现在的塔位的部分呢 是还很多的 那这个诺亚番州即将来设置 据我侧面团了解 会有三万一千五百多的位置 如果一个位置算为三万的话 它将近报要十亿 我认为它是暴力 非常多的一个利益 但是你一个人受益 但是旁边周边的土地跟乡亲是受害 这个是不符合社会的公平和真意 所以我们也坚决的反对 据了解 传闻有万代福建设公司 将在光华村新建纳古台消息 业者以诺亚方舟申命园区名义 在今年二月送省到信府 由于该地已经在87年 就化为殡葬用地 面积将近900平 村民以影响地价 破坏景观等理由 坚决反对 记得继续欢迎回来